美方的行動 美方的行動 會不會影響到幾次人 中美日間會有的這個狀況 那中方會不會影響 講迷你的期待 其實美方做這種 損害中方主權 損害雙邊關係的事情 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們的立場很清楚 我們是堅決反對 並且會採取必要的反制行動 這次也不例外 我們也會在這次會談當中 清楚地表達我們的立場 我們不會為了營造 某種所謂的氛圍 在這些問題上做出妥協和讓步 不會的